从没见过如此会玩的财阀富二代 竟点了一堆美女赞成一排 随后拿出价值几个亿的车钥匙 问他们谁想要 一位红衣美女首先站了出来 但男人喝了一杯酒说道 女人瞬间胆怯了 富二代表示只要学着狗叫一声 再把盘子里的酒喝了 只要能做到就把车钥匙给谁 所有人都不敢上前 只有白衣美女走了过去 说完便一边学着狗叫一边舔着盘子里的酒 此时在一旁富二代高兴坏了 然而当美女完成后想要车钥匙时 富二代却突然反护 还提出更过分的要求 要像狗一样趴在桌子上摇着尾巴喝才算数 女人立马感觉到被耍了 富二代指着女人的头 女人却敢怒不敢言 这时富二代的朋友走了进来 随后摆手让他们都出去 白衣美女在离开前 刻意调整了一下桌子上的烟盒 并将里面的摄像头对准了他们 原来她根本就不是夜场的陪酒女 而是朴律师请来的卧底 目的就是要找出富二代的秘密 这是好友拿起桌子上的烟盒 却意外发现里面装有摄像头 被发现后拍摄也随即中断 但视频早已被拷贝了下来 有了这些证据完全能让她把牢底做穿 原来就在几天前 一个名叫小静的监制歌手 在财阀助手的带领下 来到了极尽奢靡的地下会所 在这里服务的都是高官和财阀富二代 有钱人的生活过的就是潇洒 可当小静唱完回到更衣室 财阀富二代却突然闯了进来 她借着酒精对着小静上下打量一番 随后就将她残忍地玷污了